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 绞逐总统大位后 首度接受媒体专访 和副手华子连媚盛声 欢乐战士拍档收起笑容 要端出政策牛肉 聚焦住房税改 包括提供购物贷款 扩大育儿减税等等 被问到是否为了选票 在边境移民 及水利开采油气等 政策上改变立场 贺锦丽说换了位子 以大局为重 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建议认识 它是重要的 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解 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因此她也表示 如果当选 张不问党派广纳贤财 我认为当选择大选择大选择 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经验 我认为 对手川普当然不买单 大酸贺锦丽 只敢找对民主党友善的媒体 还要找副手助政 不敢直求对决 根据最新民调 贺锦丽以45%支持率 领先川普41% 特别在女性和拉丁裔选民支持率升高 选战倒数60多天 贺锦丽界专访 乘胜追击 川普逮机会 Z平逆转 三点新闻 柯亚韩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